早上好呀 苍州这个地儿吧 不大 我收藏想吃的 在两个青春寺附近 你们可以从明珠路西河尔进去 有一家排队人巨多的热狗 而且只开上午 没有丢卖 你们要从这个地方进去 看这个角的管往左拐 看了吗 那儿 我就先摊尖纳袋 这热狗 我的妈呀 12块钱 像我们这种小鸟子 就只能两个人分一个了 我得把大的那边给你看 上桌桌 疯了 芝士番茄酱 黄芥末酱 而且它这个热狗是偏忠实一些 就没有我调厌的酸黄瓜 你看这个煎蛋煎得嚼嚼的 我感觉还有点韧 它这个热狗的面包就很松懒 脆皮茶 鸡排好像还是去了皮的那种 吃完了 反正你们要是想吃热吃 就也只能在这种露天的环境 就仅仅是开胃菜 这条路上还有好多好多好吃的 隔壁还有一个扁子店 哪儿去了那个什么什么二宝 胡二宝 地儿不是很大 一进来很浓的香油味 清 真好一样能装一块 一样能装一块 一样能装一块 这个好看啊 这个最好看 这个超好看 你不是我吃 是 但我这种人怎么可能 真来一家点心呢 对不对 所以我又来到了这一家 我感觉好古老的样子 你看 是好香 有这种一二一块的 锅儿包提的时间有点长了 碎了 好酥 山楂果酱馅儿 这个长得像大虾的 好像是个豆沙的 还有这种米三刀 糖油混合物 不是那么甜 这个红果价的好吃 这个十八一盒的点心 真的是相当丰富 一样一块啊 但这个馅儿真的挺多的 这个酸酸酸酸酸酸酸 可以 路过真的要买一盒这个 好吃的 很朴素的那种香味 老实点心 我看到这个小酥皮 很小巧 而且层次也很多 买 包括了得去再买五盒